當司法已經還給我們清白跟真相的時候 這些人卻連一句道歉都不願意 第一線的幼教老師不是這些人選舉的祭品 我們會針對戴偉山、羅志正、王婉宇、王維鈞、昭明威等五人 提告毀謗罪 今天我代表個人及守屋指揮要案印象的同仁 在台北地方法院正式提告 針對這段時間的毀謀 公布我們的個資 嚴重影響、傷害我們的相關人等 以下是幾點聲明 我們會針對戴偉山、羅志正、王婉宇、王維鈞、昭明威等五人 提告毀謗罪 這段時間這些人利用他們公眾人物的優勢 指控我們餵毒、餵藥 讓我們這段時間受到了整個社會的霸凌 同時也失去了工作 身心都受到極大的煎熬 其次我也要對王婉宇、王維鈞、針對違反各執法第41條正式提告 他們除了上訴的毀謀罪之外 還在自己的社群媒體上聯名公布我們的姓氏、英文姓名、教學的班級 這些資訊 指涉性非常高 我們無法理解公眾人物 為什麼要對我們這些無辜的幼教老師有這麼深的惡意 尤其這段時間我們接到了不少的露罵的電話 在尋找工作上面也非常的不容易 希望這兩個人要負起最大的責任 第一線的幼教老師不是這些人選舉的祭品 當司法已經還給我們清白跟真相的時候 這些人卻連一句道歉都不願意 我們這些日子的傷害跟煎熬 希望司法可以還給我們一個公平與正義 讓這些人父親應該有著責任 我想何老師他也不過是一名基層的幼兒園老師 他一直在等在這段時間裡面 希望能夠等到這些政治人物 還有在這段時間污衊他們的人 能夠對他們道歉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他們不聞不問 在這邊裝睡裝死 那麼事實上他們並不像政治人物一樣 有這樣的一個平台 可以讓非常清楚的 可以透過一些公眾的平台來發聲 所以今天我為什麼會來陪伴何老師來做這個提告 只有講針對 banner來發聲 有這樣的事情 謝謝illes